小婷是個正直青春期的少年 而他的家中還有一個尬他八歲的姊姊 身為青春期少年的小婷 總是希望猛天能看見像少年漫畫一般的養眼場景 不小心看到姊姊在換衣服 但這種事卻難以發生 不管是小婷直接詢問 姊姊 我可以看你換衣服嗎 不行 滾開 我是悄悄偷看 怕屁啊 滾開 小婷總是沒有機會達成這微笑的願望 但其中 還有一件更大的事情 那就是 姊姊在家根本不穿衣服啊 所以 小婷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看到姊姊換衣服的畫面呢 下集待續 敬請期待 下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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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集